今日凌晨时分 在皇后区法拉圣的一个家庭市托儿寓所发生行刺案 女一犯以利刀刺伤屋内三名婴儿和两名成年人 并自行割破手腕 婴儿年龄介乎三日到一个月大 而伤者就分别是其中一名婴儿的父亲和另一名工作人员 全部人送院后情况危急但稳定 今日凌晨约4点左右 警方借报指 在皇后区161街的一个托儿寓所传出尖叫声 到场后揭发惨剧 托儿寓所名为美心Care Incorporated 暂未知是否合法提供托儿服务 事件中三日大和一个月大的女婴腹部受伤 而另一名二十日大的女婴就下巴 耳朵和嘴唇都有受伤 其中一名婴儿的父亲腿部有伤痕 而另一名女职员就下身被刺伤 至于该名52岁的女婴犯被发现时就已失去知觉 手腕有自残的伤痕 案发时还有另外6名小童在寓所 他们均和父母一起没有受伤 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把沾完血的锄刀和切肉刀 正收集证据并调查事发起因 昨日市长白色豪宣布布鲁克林的第15区将列为市内第三个修改入学门槛的校区 于明年9月起该区11间高中将会预留一半的学位 给予给特殊需要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早前市政府已经宣布在南哈林区和上西城区校网预留一部分学位 给予成绩较差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并未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习和额外学习机会 而此次的布鲁克林校区将涵盖在Park Slough Red Hook, Sunset Park, Coral Gardens等地的11间初中 祝福此举是希望提升飞翼和西翼于学生就读优秀学校的机会 根据当局列出的数据显示 布鲁克林第15区是市内种族和社会经济分化最严重的校区 因此当局希望可以透过计划改变现状 由明年9月起成绩不再是该学校区的主要考量 学校会以抽签的形式 对一些如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英语并非低语言的学生额外加分 务求令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平等入学学校的机会 另外市政府也会指派一个入学统筹员和外战部队 以及改变行政措施以调节政策变更 值得留意的是 此次的计划并不是由市政府提出 而是由家长和民选议员推动 白色豪称 他相信要提升学校的融合性 由家长来领导将会是最佳的做法 他补充道 市政府将会预留200万元 以支援其他校区执行类似的计划 昨日 纽约天主教教区书记宣布 已聘请一名前法官去审核校区处立性侵指控的程序和规条 以回应信徒要求校区领导层保持透明 可信和主动的诉求 书记杜兰昨日表示 近日有关性侵的消息令所有人感到惊讶 沮丧和愤怒 甚至人员也敢悲伤和愧疚 因此他指派了71岁的前法官Barbara Jones 详尽地研究教区内处理性侵指控的政策 无论涉及案是神父 执事或是主教 法官琼斯回应指 教区已经有一个严谨的机制处理问题 不过他会评审机制的成效并列出不足之处 其后直接向书记汇报 另外 他也会跟进每一宗新的性侵案 以确保教区有准从规条 琼斯是在2013年离开曼哈顿联邦法院 数星期前才刚完成法院任命的特别主事官职责 协助审查联邦调查局从总统川普 前私人律师科恩办公室搜获的文件和档案 早前市调查局局长彼得斯 因为私自辞退市学校的调查特别负责人 而遭到市长白思豪的辞退 今天 纽约每日新闻爆出 白思豪在辞退彼得斯前 曾秘密调查彼得斯长达两年 并保留了一份指控他的档案 纽约每日新闻获取了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 文件以辞退彼得斯的理由声明作为标题 有事司法部律师卡特和两名没有公开姓名的员工编写 三人均隶属由白思豪掌管的部门 报告中指出 彼得斯曾以侮辱性的言论 指骂和恐吓拘捕政府员工 要求他们准从他的指令 文件中有一个4月份的日期 在签名栏有白思豪的名字 不过就没有他的签名 而文件就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而是放在市政厅的一个档案中 随时可以拿出来 作为辞退彼得斯的理据 市政厅拒绝就文件做出回应 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 白思豪没有仔细看过文件 只是有人跟他汇报内容 而他认为指控不足 因此当时没有及时辞退彼得斯 而是要要求进一步的调查 这份文件草拟的时间 除了是白思豪不满彼得斯 常市掌控市学校调查特别负责人 也是正值彼得斯揭露多宗政府丑闻 包括公屋7000丑闻 莱克斯岛监狱贪腐问题等 根据现实的规条 市长是经过市议会同意下 任命市调查局局长 而辞退调查局局长 以书面方式列出明确的原因 调查局局长可以提出起诉 而最终由市议会定夺 是否执行市长的命令 过往多年从没有一个市长尝试 辞退一名在任的是调查局局长 昨日彼得斯跟每日新闻确认 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 但拒绝透露什么时候得惜 只是多次强调从没有市政厅的人员 就指控跟他了解 慈善团体 干乃迪人权组织近日提议 除了16和17岁的青年 以及符合保释资格的女性外 也将18岁青年加入保释名单中 务求改变监狱现实不公的制度 不希望贫穷成为阻碍 疑犯得到保释候审的权利的因素 不过市警察局局长奥尼尔称 此举将会将纽约市变得不安全 而市长白思豪也表明 只支持将干犯轻微罪行人士保释 组织主席甘乃迪昨日发表声明制 打算由10月1日起 开始为在监狱等候出庭应讯 而又符合资格保释的疑犯提供保释金 甘乃迪称 现实纽约市的刑事司法体制充满问题 保释制度歧视穷人和有色人种 他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 因为没有能力支持保释金 而被困在监狱中 他指很多有钱的市民就可以得到自由 但很多时候 即使保释金是少于1000元 但很多青年人和女性就因为不能负担而被监禁 他希望计划不但能揭示 纽约市保释制度的不公等 也令大家关注整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组织提议保释的名单中 包括一些被控意图谋杀 袭击和打劫的人士 市警察局局长奥尼尔昨日就公开指 如果罪名不严重 保释是没有问题 但需要非常小心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些关押在莱克斯岛监狱的疑犯是干犯 如枪击家庭暴力等严重的罪行 这个组织是没有经过社会讨论的情况下执行计划 将会将纽约市变得不安全 市长白思豪也指认同组织此举是高尚的行为 但是表明只是支持让一些干犯轻微罪行 而不会对社会构成安全危险的疑犯保释 不过根据执法部门消息指出 法律规定法官在决定保释金额时 不能以是否会对公众构成安全问题作为考量 而是要考虑疑犯是否有机会逃走 昨晚市交通部提出一个约35亿的计划 当中列出两项维修布鲁克林道皇后区高速公路的方案 当局指如果公路在2026年前尚未完成维修工程 将不能承受货车的复核 第一个方案是将现实的行人天桥关闭 并将天桥变成暂时性的六线行车公路 过程历时六年 期间公路的永久维修工程将不受影响 交通不止这是目前最详尽的选择 第二个方案是将每一条行车线逐一维修 这样对交通的影响将长达八年 但对行人天桥的影响就相对很微 工程将需要通宵进行 而整体的改善工程也会减少 交通部提醒市民 计划除了对布鲁克林造成交通阻塞的问题外 也会对皇后区以及石丹顿岛构受影响 不过如果公路在2026年前尚未完成维修工程 将不能再承受货车的负荷 在未来数星期以至数月 将会有多个公众咨询会议 大家可以预料到将会有不断的讨论声音 当计划达成共识后 工程最快将于2020年展开 由北美地区著名食品代理商 Well Luck和乐公司 组织与国内数家知名食品厂家 联合举办的江南寻味之旅 一次的各大品牌食品 与美国中文媒体的零距离互动 吸引了北美各大知名华语电台 电视台 报纸等参与 华语电视SinoTV将于9月24日 9月25日和9月26日一连三天 在生活新情报节目中 为您做最全面最完整的介绍 节目中首先带您一窥两岸冷冻食品大厂 桂冠上海士达食品 如何以先进的冷冻生产技术 完善的冷冻恒温链解除运系统 以及世界领先的食品速冻研发能力 与核心技术 成就桂冠在汤圆与火锅料等冷冻食品 在华人市场中的龙头地位 顺着长江而上 来到历史名城江苏镇江 考察了镇江醋业的龙头企业恒顺集团 恒顺醋文化博物馆 体验恒顺镇江相醋178年的悠久的历史文化 并随即参观了恒顺占地1200多亩的生产基地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自动化生产线 立体仓储管理系统和研发中心 最后深入安徽合肥造访恰恰食品公司总部 碳蜜小小炒获瓜子拥有40亿身价的原因 参观了恰恰全智能化生产流水线 了解了恰恰的发展历史 探究恰恰腾飞的核心秘密 一系列的节目带您实地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魅力 刷新您对中国食品企业的认识 9月24、9月25和9月26日三天 敬请锁定华语电视 SinoTV下午3点至4点半的生活新情报 每走在电视席会讨访 所探究所探究的etzt